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6月20号 11点26分 市场跌回80点 最高是18,520 昨天就收回了 最高是18,448 今天就再开18,453 然后再上去 大家看看图 这个是5分钟图 这个是日线图 日线图之前画过的 一个三角形的旗形 昨天突破 突破了之后 有一支大阳烛的 保护了之前的列口 究竟这个是 真突破还是假突破呢 我们要看这两天 看今天明天 5分钟图是这样的 5分钟图昨天就抽高上来 横行一段之后 在下午再抽上去 然后今天 又是了 高开扯高之后 今天高开扯高 扯高 那这个 pattern 就很类似之前的 高开之后 就扯回来 过去有几段都是这样 除了昨天有些例外之外 那 昨天来说 不难怪的 因为 内地 就宣布 讲了一个 讲着 ETF 其中有纳入了香港的一些港股 包括三桶油 和一些基建 电讯板块 几个大的 那些重榜股 就 头个十只 就纳入了下去 就是 公布了出来 就纳入到ETF 那里 那这个 就对那个 港股呢 就有个支持的 那还有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 陆家咀的金融工作会议 我说过了 昨天今天 两天开 昨天就是 讲一些 是金融为主的东西 今天呢 可能是 公司 那些经济上的东西 个别公司的东西 会多一些 那 看回呢 就其实就没什么 很多的新的东西 出来的 那所以呢 就从这个面来说 纯消息面来说 就没什么 特别太特别的 那今晚呢 就是新申领 失业救济针人数 美国 昨晚美国没有事 那美股那里 都很静的 美股那里 美股呢 场外都是 杜瓊斯升7点 NASDAQ就升30 那没什么特别 那美股也是平稳 104点 897 那 绑下9.92 持平 人民币 1.07 15对港元 澳洲指 5.207 都是持平 欧罗也是 没什么特别的 那北水呢 都是有部分 北水就出回来 包括就是 盈富基金 腾讯 美团 都有些北水流出来的 那主流入的北水呢 都是三间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以及 工商银行 中工建 那还有呢 就是 中移动 都有一些 少钱流入 中海游 就是 有少少钱流入 那整体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至于 我们看回指数 5分钟图就是这样的 而 小时图 都是 咬下来的 都是咬下来的 上完之后 就 这两个小时 咬下来 那看到 就 那个RSI Stochastic 就不太理想的 那日线图呢 就破了位 我们再看 看完这两天 那周线图又怎样呢 周线图你看到呢 在这里 就都是 我放大一点 这里呢 其实 K线图来说 阴阳竹是有一个大的 一个穿头破脚的阴竹在里 这个叫吞细性的一个阴竹 在近期的短期的顶位 短期的顶位 上过去197 那跟着就回落来的 那所以这些这样的周线图的 这些这样的吞细性的阴竹 其实就 很差 那所以 就未必那么好 但是呢 你说短期 它可否要抽高一点 之前说18,000,000,000 有机会的 但是18,500 要去到那些位 再突破到 已经很难的 这个位置就不得了的 如果要去到那里 18,500 那所以呢 18,300是一个位 18,500是另一个位 要看着这些位 那如果60,500,800 那如果是60,500就 16,500收回 其实就是稍为安全的 因为始终它未去到那些位 但是你说 在唐水滚、唐鱼底下 它搓穿它 就算搓到18,800也行 之前是说的 range 18,000、19,000 所以我建议你 如果有60,578那些 你转了它去593,23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上过我牛熊正的课就知道 那你熊正被收 你现在沽了它 转回到593,23 是不是就表示你输了钱 就是说虚了一点 不是的,只不过你买个 range 转回更宽 买个 range 转回更宽 就是说你的 range 就不是到186,48 现在到186,48 这个幅度 现在这个幅度是300多点 你就将幅度变成 是差不多1000点 19268 和现在差不多1000点 就是900多点的距离 如果300点 一万分之一 一万除300点 就拆小了 就是三个先 如果你说900多点 拆小了 就差不多一毫子 就是说你买的价 不是三个先 就是一毫子 就会安全 因为怎么计算 应该不会穿那里 老实说如果穿那里 大市就转小 另一个新的 又是一个大升市的开始 当然现在你看到 基本面是不配合的 看到有什么是配合到市 就是要大炒上去 所以我们用这个策略 明不明白 60576 就转回去59323 转怎么转呢 一边沽一边买 即时做 不要慢慢地排下 排下排下沽 沽完之后排下排下 很难做的 这样就会脱了 脱了你就不会有好处 昨天呢 你看看牛熊镇呢 就有好几亿的熊镇被收了 而现在上面的熊镇 再有被收的量 是小了很多 反而下面呢 17850 即距离现在大概500点 17850那里就有5亿牛 那里有5亿牛 那里有5亿牛 现在呢 18000是一个位 即是说 就算要回 18000到18100 是一个位 所以 你们做的熊镇呢 如果他今次 他不想 退回去 18000到18100 那里呢 你就把你之前 买了的熊 60576也好 另外那一只也好 你就先评它 或者平了一部分 平了一半先 那然后呢 他再能够 充得上来的话呢 或者他不是 他现在再充上去的 休息一下 再充高一点 靠近今天的开市价 18450之上 18450到18500 这些位呢 你可以做那只59323的熊 你可以买那只 我讲的是 没有开过熊的那些 如果开了那些 你都有在那裏 那你就看看 他 如果再挨到那些位 你才去 如果你买得少的 就加一些 如果你 现在已经有的 那些 你就转了59323 那不需要再加 明白嗎 那就是说 没有做的 就 看看会不会去到那些位 有做的 就转做59323 去到那些位 做的都是做59323 不做60576 当然 如果你说不怕风险的 你够胆的 我 如果去到 18500那头的 你那只60578 都是说 两仙而已 便宜很多 那你到时去做这些 那你看 你之前贵通 有没有赚了钱 有赚了钱的 那你就拿部分来做 这个策略性的问题 因为很多 每一个人 他们有没有赚过钱 他们有没有很多的股票货 在那裏 个个都不同 那所以呢 就要按照你们的 情况来到去处理的 多点少点 怎样做法 就是这样做 或者如果有想问我的 可以在 这个6889 9180那里问我 那我 有时间会回答你的 但我未必即时回答你的 那你们 很欢迎 你可以在那里问我 那你用Whatsapp 一问我便可以 好了 说回这些股票了 股票呢 就 苹果效应那些 其实就 已经 有一好一段 的了 所以呢 是不是因为 苹果效应底下呢 而继续可以炒好呢 我们都要再看的 但是呢 好像2018这些呢 因为它是 说到声控很多的东西 那这方面呢 就在那个 汽车相关的 那些发展上面 在AI那里呢 其实都多很多发展空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它 为什么会炒上来 是这样的原因 那这些都继续有机会 会再好的 那现在呢 看看它这些位 它开始弯下来 不太够力 那我们再看两天先了 那现在要买的 就不买的了 买了货的那些 就开始减减一些 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是 瑞星科技 那至于 信与光学呢 都更升的 升了少少 那 来到这里呢 它再上的位 就55元而已 那所以 位置就有限的了 那它已经去到 我的短期通道的位置那里 那所以呢 就有货的朋友 也是减少少 剩下一点 就看看可不可以 去到那些位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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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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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了,又去到近4.5%那头,今天去到4.48%,4.5%那头又有压力了,那这些又是不要做了,那至于富士康和相关的6088,这两只都是靓鼓来的,那也都有钱流入,那但是呢,富士康呢,就是说苹果手机,那但是呢,苹果手机只有概念而已,那至于6088, 6088呢,就是反而它的机会都大些,那但是现在升了不少上来呢,我们等回啦,那它回了才去处理,因为从周线图说呢,它已经上到几高的位置了,那近期呢,就都出了一些影线了,上影线都很多了,就是开始有压力了,那看看它会不会可以打低一点,下来,打低一点下来呢,起码就是上次那些大阳烛的一半了, 大阳烛的一半呢,就是大概在三个三个二人钱,三个二人钱,三个一一半到三个二那里,去到那些位,如果站得稳一点的话呢,在那些位呢,不妨到时才留意啦,这个就是6088, 那另外,铁塔又怎样呢,铁塔呢,就一元的,那近期最低都是下过去98指啦,那下回98指那里呢,就可以开始少住啦, 因为9.5指那里,因为9.5指那里,没等到,那下回98指那里,那下回98指那里,就是近期的低位浪在那里,看一下98指那里,如果穿不穿的话呢,看一下那些小时图啦,到时候98指那里,会不会穿不穿的话呢,就在那些位置呢, 就开始进入少少啦,这个放回中线的,那铁塔是一个好的股票来的,那至于,那在说金融工作会议啊,和这个三中全会那里呢,7月份呢,那应该是对于那些内地的大的龙头捐商有利的,特别是那些,是中央汇金有拿着重股份的那些,那比如中金公司啦, 啊,和呢,就是中信建投,中信建投呢,是以这个债啊,和股上市那些为主的,啊,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那所谓中信建投,建投呢,你们可以慢慢建仓买回一点都可以的,啊,那至于汽车方面又怎样呢,汽车呢,比亚迪继续就在高位陪回啦,那我相信都是会回回一点,啊,那大家不需要急,啊,啊, 可看你用 很浪费呢,啊,就不会跟中国有利的そんな弹 那,所以呢,居然地币迪合现在真正的什么,啊,啊,那这些闹的 happen Phoe suced,啊,就是再单 torpedo,啊,那你看 我们先看看它有没有变化 比较迪电子很强 看看它能否回到我的短期平均线 短期平均线是37.5 今天最低是39.1.5 下回37.5 我们可以在那些位置开始慢慢部署 当然我们要看看到时候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一下又跌穿 跌穿我们也不做的 要看看到时的位置能否跌得住 至于那些内房股 价企都是有少少钱流入的 那些央企 例如119 123 270 都是的 这些就搜一搜 这些现在就不加 有就拿住 那光线环境也是继续 那些却力强势 那些在这个吹势线上 那些也是继续 那中港客电力也是继续 那些都还行 那麦楼呢 深圳国际也是橫行 那些都是搜 那这些都是搜 那这些科技股是怎样的呢 科技股呢 那些科技股呢 那些联想呢 昨天一枝大羊粥上去之後,今天在高位上集結 我們也是那一句,讓它回一點 這個位置是高位,上一次的高位 小米又在高位上回一點 扯上來之後,兩個都是等 金山軟件回一點 現在正在試底部 我們看看它是否記得 騰訊也是會回的 阿里巴巴就在低位上集結 沒有什麼特別,科技股沒有什麼特別 那些消費股就沒有什麼特別 仍然都是橫行或者是探底 見不到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些都是差不多的,是上下一位置 所以整個市場又不紅不黑 有些板塊好些,有些板塊就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錢流入 那證明了錢都不是很多 在市場那裡 現在快到12點,500億的成交 其實跟昨天可能都不差得很遠 甚至乎比昨天還要低一點 成交會墜落一點 所以就慢慢做 至於那個紅就先移一移 移一移到59323 移一移到那些位置 就會相對安全 而且是用來保護貨物 老實說,如果它能夠穿到那些位置 市場就不簡單 但是你看回 其實走勢上我都說過 周線圖很頑皮 不行 日線圖有一個突破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我們看看這兩天 看看今天和明天就知道 那 大概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裏 記得按LIKE 按LIKE按一次好了 多過一次就無效的 還有喜歡的朋友 介紹多點朋友圈 叫他訂閱 訂閱免費的 訂閱完有個鐘鐘 按鈴鐘按全部 有新片告訴大家 當然 在下個月 今個月 今個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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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有幾天不在香港 但是 下個月頭 就開始會有新的一班 就是牛熊和奇權 我也在考慮 講不講圖表分析的東西 下去 有興趣朋友可以聯絡我 聯絡我用Whatsapp 6889-910 我們開一些短班 短班就 不是八堂的 是四堂 會比較專門 去講一些 你們想學的東西 今天就講到這裏 多謝你們支持 大家加油 努力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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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